他太会了 哎哟哇 哎哟哇 这个视频真的 这个能够 这个能够 我跟你说 你们就把这个架到男蛋 男蛋老桌上转一转 他太会了 哎哟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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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视频真的 这个能够 这个能够 我跟你说你们就把这个架到 男蛋蛋老桌上转一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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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三 club 是我们 辉煌的律师 啊 那段期间的奋斗 也是我最棒的回忆 我不可能做出 伤害的事 或是 对我们任何成员 伤害的话 然后当天的访问 啊 我也是 本来想用一个玩笑 轻松的方式代步 但没想到 造出了这个误会 我也不应该用一个 不是当事人的 身份 去做 发言 在这边 让你困扰 实在是 不好意思 兄弟啊 一八三 club 是我们 辉煌的律师 呃 那段期间的奋斗 也是我 最棒的回忆 我不可能做出 伤害的事 或是 对我们任何成员 伤害的话 其实 呃 我应该是很久 没有面对媒体 所以 你的消息 我也是从 快手 抖音上这些短视频 而得知 然后当天的访问 呃 我也是 本来想用一个玩笑 轻松的方式代步 但没想到 造出了这个误会 我也不应该用一个 不是当事人的 身份 去做 发言 在这边 让你困扰 实在是 不好意思 然后 当然很欢迎你 回来台湾 更欢迎你 如果有机会的话 希望我们天空是多小 呃 我们是一辈子兄弟 我也很想念你们 1083成员们 在这边要祝你们 新年快乐 也希望大家 能 平安 健康 然后 在这边 也很期待 我们相亲的那一天 最后 要感谢媒体的后外 让大家 辛苦 感谢大家 你们曾经到多久 到现在为止大概一年 快一年 快一年 还不到一年 去年 去年八月开始 那你们之间的默契 怎么去培养 我们就是每天开工在一起 然后四点下吃饭在一起 住在一起 而且我那时候 在成军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我们是都住在一起的 大概住了足足快 一两个月 两个多月 对 然后每天就朝夕相处 工作也在一起 然后回到宿舍 就大家住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 我 邢叔 还有明道在公司 已经算是很久了 已经相处了大概 有两年 两三年的时间 然后后来这个团体 就因为少了两个人 一直少了人 没办法成型 后来就找了 建一跟玉龙 那之前都是 在这个模特儿圈 就是有一起工作过 有合作过 所以其实我们要相处 没有很难 真的是这么好吗 就是每天这样无法不良 我们到现在为止 还没吵架过 没有吵架过 连个人对个人的吵架都没有 我给你讲 很厉害 这是什么 蜜月期 蜜月期 是吗 热恋期 有可能 对 热恋期 热恋期 可是我们当初在想说 会不会也是说 热恋期 蜜月期 我们想说 因为就是住在一起 前两个月 可能都是热恋期 所以不会吵架 但是你看我们工作那么久了 然后一定有各自的意见 当然 然后也一起这个 参加比如说演唱会 戏剧院演出 我们到现在也都没有 意见的分歧 就当然就是 大家会有各自的意见 但是大家我觉得 就是会尊重彼此的想法 你们会讨论 对 我都会讨论 然后不是争执 对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 各自的专业的地方 是 然后如果说那一个人 特别专业在 比如说邵維是主持 那我们可能就是 就会听他的意见 比较听他的意见 对... 你们谁最喜欢打撞球 撞球 我们好像... 你会一点啊 我什么 我厉害的耶 你才会 一点 所以说跟小乔去打撞球 就你 是吧 这个... 三年前跟他去打过一次撞球 那是三年前一次 那么久了 因为他来他有承认 他那时候沉迷于撞球 你有约他去打过撞球 打过一次啊 后来惨败 他真的有两下是不是 他真的很厉害 输给他 真的很厉害 他真的是很厉害 差不多 但是他真的是会打的女孩子 不像人家就是 比如说人家都说会打 他连那个架杆都不会架 你一看就知道是不会架 他多有气势啊 那个脚一打开 手一架上去 你就觉得好稳 你第一次跟他比 有打到球吗 有啦 有... 真的还假的 你比他打过 我第一次打过在新加坡 跟他拍戏 然后跟他打球 然后结果我说女孩子先嘛 女孩子先 我就让他先 结果就看他一颗一颗球 就一直尽量 再也没摸 我从事不跟他打撞球 那观众 你会是你的妈拿去籃球 那换这个嘛 起码我可以摸得到 你还打到球算不错 那你们会不会喜欢 那同公司的女艺人 我公司有规定啦 对 严禁就是同才之间的交往 喜欢不一定说一定要 木工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蛮欣赏 我蛮喜欢这个人 会不会 我是没有啦 我也没有耶 但是有人喜欢你们 真的吗 真的吗 对啊 像人家都承认了你们还不论 对 所以我说像那个乔恩就觉得 言行书就觉得这个男人 非常好对 然后小乔就觉得邵伟 是一个非常他心目中完美的男人 真的耶 那我觉得小杰很有潜力啊 你喜欢小杰 你有潜力 那你早讲嘛 害我们说没有 你喜欢 你就先讲 小杰很有潜力啊 你又要拔马子啦 没有... 你刚才才在开场 好你不喜欢 你真的有潜力 我好喜欢我帮你板平耶 他在这个演艺圈的这个路 很有潜力 对 我很欣赏他 那你刚刚听到这两位说 很欣赏你们 你们有什么想法 真的还蛮意外的 但是我有听过 蛮意外 不是 我但是我听过小杰 你都在家打过球你还意外 但他也没有打球说我爱你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告诉我啦 你听过的是什么 他其实他就说 他曾经就是以前 我们那时候在演这个王子片 有记者有没有说 喜欢的男生像怎么样 他就说像少尉就是 喜欢就是好像很开开玩笑 然后很风趣的这样 但是他没有指明是我啦 他只是把我这个类型 讲给大家听这样 你这种类型 然后他对我老是脸臭 我怎么感觉到火花了 因为我很严肃 我拍戏的时候 就是我不太开玩笑 不够言笑的 一直在背剧本 也不一定在背剧本 就算没背剧本我也不太... 不太笑 那是真的啦 因为我跟明道合作 我跟你講 為什麼呢 他真的很认真 他三不五十下来问我 一句话就问怎么样... 我应该怎么样... 對啊 常常来问我 常常来问我 对啊 那时候天国嘉宁的时候 就是脸不见 難怪他总是对我脸臭 可是这样比较晚 我还不太认真 一天早在台湾 但是我们说实在 我还蛮好奇就是 乔恩怎么会说你 所以我们第一次听到乔恩 欣赏他 我也第一次听到 因為他觉得你對不對 乾乾淨淨的 然後整个人 絲絲稳稳的这样 他影像不錯耶 我认识他三年多 他还没跟我说 難怪今天坐车回来他... 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坐... 你坐... 你坐坐车回来 你坐在公路發生塞车喔 然后我们就是 大家也累了拍完戏 就是在睡觉... 你会听到耳朵旁边 就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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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 你一看 沉几何时会跟乔恩 聊得这么热络啊 我一看 两个人在有说有笑 一起唱歌 我都在想到 他唱首歌 你唱首歌 你唱首歌 什麼爽力的 那个唱 天空的... 天空的眼淚 那歌很好听啊 两个一起唱 所以女人的思绪 是很难拿捏的 谁一直都会变化 完全感受不到啊 好可怕 他还是怀着一个 尊敬你的态度在对面 对不对 你们这样讲 他对我做了一些动作 我现在想起来都怪怪的 对 对啊 你们这样一讲 因为比如说MP3 比如说我们同公司之间 這樣子 这样 他今天也拿给你喔 对不对 那你们一讲 我就觉得他会这样 还靠太眼了 靠近一点是不是 两个这样听 两个这样唱 像我见到他会怪怪的 不会... 就这样讲 顺其自然了 感情来的时候就要接受 对 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交往 是怎么会把你们提出去 对 我们经纪人在场 我不会了... 所以我跟妳講 真正的爱情 最美的时候在哪儿 就在暧昧那一段 对 就一路暧昧 到60岁还在暧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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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